新城乡4号上午盛大举行113年度的模范父亲 继校替凯模表扬活动 而乡长和立台亲自颁发奖牌礼金等等 主办单位特别也安排了家属上台受奖模范爸爸合影 现场场面相当温馨感人 新城乡各节4号上午在回轮晚餐厅 经盛大举行113年度模范父亲及校替凯模表扬活动 而表扬大会是由新城乡长和立台亲自主持 发掘先言求光明 迪布什依赖李正文 泽俊佑 郑宝秀 新城乡卫代会副主席张美华 陈伯昌 林志胜 沃伟豪 梁雨华 庭金峰 村长 联合会会长 李凤以及各村村长 部落头目等应邀官礼 向南和立台表示 除了恭喜受奖的各村各部落模范父亲之外 并且特别祝福所有伴伴们父亲节快乐 是我们街坊传为美坛 而且是一个交易性质非常重的一个表扬 我想各位在赖群主 经常讲到父亲节快乐 父亲 父亲 爸爸在口里要父亲 爸爸姐 昨天我在跟大家讲 爸爸姐 父亲节是一样 父亲是口袋父亲 实际上父亲是一个家庭的重心 泰山之重 可以说父亲家庭的财迷油盐酱出场 整个家庭的经济重心 可以说是父亲 这不是建立在父亲养家富库 帮母父亲长大一路下来一个精神传统 所以在父亲节前夕 新年相公司来办理这样有意义的父亲节表扬 这是无比的一个荣耀 我要来恭喜我们今天接受表扬的各位父亲以及校庭的楷模 一辈子要接受地方的表扬实在是不容易 这是一辈子一辈子的荣耀 也是至于一个社会的一个教育 所以今天我要代表公所 要代表新年相的各界 向我们今天委会的父亲 我要为你表达无比的这个敬重 今天是父亲节 我想今天也祝我们所有当选的父亲节 以及校帝凯模 大家能够恭喜你们 非常不容易 刚刚厢长讲了一辈子能够给公布我们的表扬 是非常不容易的 恭喜你们得此殊荣 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 代表着你们在地方上的付出以及奉献 让我们所有的村长都看得大 在这里代表我们所有的村长 来跟大家祝福一下 谢谢你们的付出 容中郎颁奖仪式之后 随即展开仓会的联谊 全体受奖人以及家属们提前欢度 愉快的父亲家节 这个活动在温馨热闹气氛当中圆满结束 记者金鸿逸 新闪相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